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又回來跟Christian和Judy聊天 其實剛才Christian跟我說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件事很吸引 我也想多學一些東西 就是你說法國賽和日本賽 其實他們背後的理念和精神很相似 我又覺得有少少騷爆頭 大家覺得法國人很浪漫很漂亮 因為日本人每件事很守規矩 很嚴謹 其實他們的相似相似是否有實質的例子 我想拿你這個很有趣的 你用了一個句話叫Romantic 是很浪漫的 其實越傳統的東西是越浪漫的 是嗎 你不覺得舊時的詩是好聽過新的詩嗎 對嗎 對嗎 我不知道他那麼適合 其實那個概念有什麼相似呢 就是那種對食材的尊重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說安康魚 安康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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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握石 安康魚 我不會吃得吃 安康魚 法國和日本兩名都會用 也有 同樣的 當然不是烹飪 因為日本是生吃的 法國是熟食的 但這個想法就是 我做每一個醬汁 或者有些配料 配這個安康魚的filet 我一定要是令到那個安康魚的味道出來 不是令到那個醬汁的味道 而是令到那件事更好味 你明白嗎 有些醬汁是很強勁的 即是不會做麻辣的 對 就是這樣 例如有些什麼醬汁 檸檬汁 簡單單 不太懂 其實有些醬汁 我覺得分開 有些醬汁 即是當時的醬汁 傳統的醬汁 是很practical的 為何用檸檬 檸檬就蓋了一個腥味 這是很practical 為何用芥末 因為芥末蓋了一個噴腥味 其實這件事是很practical 但我們現在說的 modern way of thinking 就是it's impractical it's the opposite way 但是有些醬汁 其實你可以做一個紅酒醬 是很wonderful的 紅酒醬汁 配一個安康魚的filet 你輕輕煎一下 20秒 20秒就可以了 加一個紅酒醬汁 哇 it's very good 但是問題是 紅酒 你是用哪種紅酒 一個很強勁 很緊的 很有tenant的紅酒 一定會kill 那個安康魚 不如你不要用安康魚 不如用不同的魚 一個強勁一點 又強勁一點 自己的品味的魚 譬如Pomflet 或者沙甸魚 那些味道很強勁 這些才能配合到 這些強勁的醬汁 其實這個想法 日本和法國也是有的 全都基於工具 對那個材料 其實你了不了解那個材料 你不想了解那個材料 那你不如沒有食物 所以你了不了解飯 米 要怎樣磨 才是最好 是用來做一個粥 做一個壽司 做一個飯 硬的飯 做一個炒飯 你不想了解這件事 那你就不要做了 這是兩個國家的相關 其實Christian帶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現在很多人說想創業 搞飲食 其實你真的要有心 我形容的是 其實你有心之外 是有一個專業技能 你知道是怎樣做 那些米是怎樣磨 怎樣煲 怎樣洗 不然我想試 開一間餐廳 我找一間店鋪 那些珍珠米 日本的食物 做一塊飯 我經常都不做一塊 然後就丟一塊 那就是壽司 其實背後是很多 有很多少少nitty-gritty 當然每個人都不同 其實你專業的 你對自己的底線 你擺在哪裡 這是我自己的底線 亦都是我自己對我的staff的底線 就是你不認識 沒問題 我教你 或者我跟你分享 如果我跟你分享 而你亦都不明白 亦都沒有興趣之類的 香港有三萬多間餐廳 你可以去做 你不用在我這裏做 或者轉學 直接做不到醉飲食業 也沒有關係 其實有兩方面 因為你是商業 其實我很喜歡投入 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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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每次來 我的材料 我都想知道在哪裏 因為我在那間日本餐廳 在Gineva做完之後 我就開始了解這件事 我就很想入農場做事 即是入農場做事 是的 我入過雞場 即是養雞工廠 我做過湯牛 我又摘過葡萄 摘過橄欖 我做過麥當勞 我要知道 我要了解 因為這個是我的passion 但不是代表人人都可以這樣做 即是不是代表人人都想這樣做 其實還有一個平衡 其實為什麼我可以去一間快餐店 然後又有肉又有菜又有飯 那現在不是二十幾元 現在三十幾元 但是三十幾元都可以吃得這麼飽 為什麼 其實有一個供應 有一個尊重 是你的客戶 你的客戶基金 他們能否滿足 我們不要說 即是我不自然 我們不要說是否在香港地道做的 我們不要說這個材料 是對你的身體很不好 或者是不好 我們不要先說這件事 我們先說你的客戶 想要什麼 其實你要了解那件事 就是你的客戶有沒有什麼 你要親身感受 我自己做一個專業主席 我站出來的時候 有些東西是很有興趣的 就是土豆豬肉 你一說土豆豬肉 我就會 有人跟我聯繫了 但不是代表我開一間店 就只是買土豆豬肉 沒有 我只是買土豆豬肉 那些人吃了之後 就覺得 是這樣的 好像 好像 林土那些味 這些人是不會接受的 我一定要買土豆豬肉 因為我是一個商業 我是一個 要面對商業的事 是的 我是要滿足一個需求的 所以 在最後 第一 你對這些事 不可以太執著 你要 你取得 這就是世界的方法 你可以和他一起笑 一起做 或者你 亏你幾次 你亏你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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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亏你太久 你自己就會覺得 很沒心機 很不開心 你依然要知道 其實你做這行 不是說 你無緣無故有興趣 你很喜歡吃Pasta 那你就做廚師 然後開一間Pasta的餐廳 不是說 不可以這樣做 做吧 做 但是做的時候 第一 要知道 是 你為客人煮50% 50% 為自己 那你就可以了 你煮50% 為客人 其實是沒有藝術的 那你有沒有 你從一個沒有藝術的地方 你會不會有 足夠的推動力 是令到你自己 去募集 你自己做一些新的 或者學一些新的 這個好 我挺喜歡 Kristian 你說這個 說出來 用光一閃 我試試用我的文字來 我原來講 真的很好 第一 我剛才聽Kristian 說 你自己喜歡做什麼 做什麼 行不行 原來不是 在他身上 就學了幾件事 第一 你要迎合你的顧客需要 你要想他 但你又不要過分 你遷就了 他都沒有了自己 好像我們說 你只會拆鞋 最終你都不會成功 因為他帶著你走 你都沒有了自己 但我自己想想 Kristian 為何做到這件事 原來 我經常都說 經過少林寺的十八銅人 十八銅人 或者木木人行 你又做過墨基 你又做過雞腸 又做過湯牛 又做過法式餐廳 又做過日本餐廳 這些點點累積 才搞了你今天 我發覺你對這個主食 非常之多 對不起 我看到你的身形 我以為你只會吃 而且你也不是純粹 我們一開始所說 總之你整件事 你來煮得意 煮一下就可以了 當中牽涉到一個平衡 你做生意也好 我經常說是打工之道 你對著老闆的人 就說老闆想要 你就給他什麼 固然他是老闆 當然是 給50%老闆 對 50%是自我 但55% 你想想想 你已經有很多 50%已經有很多 當時是平衡 當然你說 我自己喜歡什麼 不理你的客人 不理你的老闆 不理你的老闆 但你完全理完老闆 你就傾斜 你沒有了自己的質素 挺好的哲學 所以其實 你很需要你的支援系統 你很需要一個 我的老婆就是 對 對 我想一些東西 因為我要經常推自己 去出一些新的東西 不要吃他會說什麼 他不想說什麼 他的樣子已經看到了 我不會不想 對不起 Kristian 你講了太多了 給他 有什麼問題 Judy 你覺得 剛才我領略到 Kristian 你問他為什麼 做生意 做食肆是成功 Judy 你自己又怎麼看 你自己的負責 或者怎樣令到 這個生意成功 我覺得我的負責 其實我們 在這個生意角色上 我是比較理性 反而是感性 即是他說的感覺 對 始終這個煮食 是他的 passion 我當然沒有他這麼厲害 變成我有時候 可以抽身出來 很客觀地和他分析 譬如他 他製作一個菜 的時候 他可能覺得 這個真的可以了 我已經50%顧客 50%自己的感覺 但可能到我 我站在一個顧客的立場 我站在一個普通食客的立場 去看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他 究竟是 還是不是 做到那樣 我覺得 我的角色 就是 去告訴他 這個 其實我覺得真的 不需要再浪費時間 就不要做了 因為有時 有時 因為你當局者迷 你在裏面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這個是行不行 但在外面的人看 其實就會 一眼就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是沒有市場機會 就不要浪費時間 那你就去混淆 我覺得 我一向這個角色 就是 最交易 因為 始終他 一定是第一個 會問我 第一個 跟我商量 那我就 比較 我是一個 我是讀帳戶 的人 很實際 然後我就跟他 平衡 這個 這段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 這段時間 沒有人說 想幫我 開一間新的 賓品 但想 常常 幫我 幫他 出新賓窯 或者 幫他 收拾餐廳 或者 跟他 合作 開一間新的 他就會先 我會問他 我會問他 那間餐廳在哪裡 現在什麼情況 多少錢 為什麼租金這麼便宜 因為 其實 一定是沒有那麼大價 因為我們經歷過 是的 我們經歷過 然後 我就一定會跟他 跟他分析這件事 究竟 天時地理人和 這幾件事 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我就會告訴他 這個你可以繼續談下去 這個你不用談 你跟他說不好意思 看看祭詞有沒有機會 好 好 我回說 原來你們 對不起 我經常說 我們這個節目 都要說得很實際 說referent model 你的referent model 就是 第一 你自己操作單 固然 有客人來吃東西 賺你們的利益 另外 你的referent model 就是 有人開了一間餐廳 或者我想開一間餐廳 就可以 問問 你教我做什麼菜式 怎樣做 對 你便會負責 對 你便會負責 操作單位 對 對 我們 我們 最初開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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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請了一個管理人 他說 你一定不會賺錢 他告訴我們 你一定不會賺錢 他跟我們說 管理人 他說 我老闆和馬娘 你們賺不到錢 不過我打工 你多給點薪金 為甚麼呢 因為他說我們太老實了 太老實了 所以其實有些項目 是 因為我比較 情感和情感 不是說他沒有情感 但他看到一些東西 是會 他的反應 會比較理解 我會見到一些人需要幫忙 那我就在那裏 捏爆我的腦 就是 令到 令到 有一個計劃 是可以 但他還說 沒有時間 你幫他 都 你走了之外 會怎樣 就是 有些事情 你一定要在這裏 親身在這裏 才可以再做一件事 但是 我只有 每一天的二十四個小時 我只有這麼多事情要做 我覺得 只有成功的人 其實 除了你去想 商業機會 你要很懂得去 自己的時間 你一天只有二十四個小時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這麼多 你先做哪一件事 哪一件事重要 你一定要擺好次序 否則 你很難才會成功 我總是聊了 短短的交談 都很明顯見到 Kitchen和Judy 你的性格 還有那種混合和配合的平衡 Kitchen很感情 我喜歡做這些 比我那方面多些 Judy 對不起 你先計清了一條團隊 你不要亂來 你怎樣 如何主持一些事情 如何組織一些事情 其實大家都尊重 其實很重要的是 什麼 其實 在我們的關係裏 是沒有自信 這件事 沒有說 我是男人 你是女人 或者 我是比你大 我是認識 我經驗多 我經驗多 因為她是比我老 如果大家不知道 是沒有這件事 但只有一件事 就是信心 就是 她一說 可能我會長一點 放下這個項目 但她一說 不要做 我就不做 是有這種信心 因為其實沒有時間 我沒有時間跟你討論 為何要做 而且她是否正確 正確 其實有很多事情 要做 我們自己 都經常不停 要做一些新事 不然客人就會悶 這些可否說 怕老婆會發達 對 聽完老婆說 我們還在等 就要用順境 所以其實 沒有什麼 第六感 有時 她的眼眉 開始 戳一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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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要聽一下 要知道 其實 是不是 那個方向不對 或者 可能她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 但是 起碼她有那個 外面的靈感 是 你一定要 不可以 算了 算了 不能算 你算 就虧了不淺 沒理由 所以 其實我們家裡 整個家都是 我們有個女兒 很多事情 比如買樓 買樓 租地方 租什麼 有些時候 我們 由 要選擇 不應該去 上去的地方 但是 很大的決定 是一定要 溝通 我不可以 突然眨眼 我喜歡這家 我買了它 那就不同 中層也是老婆 對 物業投資上 其實 我做project的時候 都是做物業 做了很久 但是我沒有帶這個 我做了那麼久 我當然知道發生了什麼 沒有 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 其實你要知道 一件事就是 世界是很隨便的 你見識過 和你見過 十年前的東西 沙士怎樣買的時候 你就以為 海嘯就開始沙士 那樣 不是 更壞 更厲害 反應是沒有反應 有時候 你會以為 你會見過的東西 見識的東西 你要自己知道 其實 我們全都是學頭 他也是一個比較 很虛心去聽別人說話的人 我講的東西 基本上他都會聽 他講的東西 我有時會聽 好笑 Ian 這次也挺有趣 我們上流攻略 其實我們都是想專注 說大家如何努力向上 如何可以在基本 物質好 自己各方面 都是有一個向上的力量 做得到 今次 請來我們這對夫婦 除了教我們 他怎樣開餐廳 當中 又要顧及passion 顧及那個film 怎樣 那些人喜歡來是有得玩 到Christian跟我們分享 50%自己 50%顧客 到最後 原來他們兩個 又分享了一個 夫婦相處之道 男女 也跟各位觀眾說 雖然他們不是說 男女關係感情節目 原來這就是 夫婦的人版 如何可以混合和配合 我們今天也很感謝 Christian 以及Yudith 分享 謝謝各位 再見 再見 謝謝